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持续给我们批评 鼓励 指教跟照顾 真的是让孟凯也好 或者说让我们来节目的来宾 都感受到说满满的热情 尤其是孟凯有些时候六日 现在也都会在我们地方上 来做一个这个跑摊啦 有时候跑摊的时候 很多的民众朋友都会讲到说 有在电视上看到你 觉得说这个节目非常的优质 其实优质的并不是节目本身啦 优质的真的是我们所有来到节目的 这一些来宾们 每一位来宾都把自己过去的点点滴滴 或者说把自己的工作经验 相关的生活历练文化等等的 全部无私无我的奉献 给所有的节目的观众喔 所以只要你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感受到一个人 过去的努力重点 我相信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囉 今天一样为您邀请到很特别的来宾 今天也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跟孟凯一起来跟来宾面对面喔 我们来聊到这个美的事情 而今天呢特别要邀请到的是 我们JR美学院 我们的营运总监张俊宏 张总监来到现场 俊宏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 可不可以先来帮我们观众朋友 来介绍一下 JR美学院 听起来JR 大家可能一瞬间想到 是日本那个什么新干线 还是什么JR线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那还有就是这个美学院 我们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实质内容呢 好的 我们JR的确 大家听起来就会感觉 很像是偶像团体 对 然后跟美的东西可能连结不太起来 但是这也是因为我们 其实这个名字是对我们也是 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 他们的名字是来自于 我们两个孩子的自首 一个叫Jesse 一个叫Ryan 一个自首来的 所以两个男生 一个女生 Jesse Jesse Jesse跟Ryan OK 好 那我们会把这个公司当作 就是一个传递 因为小孩子我们就是一个 期盼跟希望嘛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这公司我们是 对不管是我们的伙伴 或者是客人的关系 我们都是要威气的很好 所以我们的名字是这样子去 去延伸下来的 对 那也其实很多人问我们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们真的觉得 这就是一个有爱的在里面 我觉得在公司里面 的确是这个名字是这样子的 是 那我们美学院这边 其实看到名片上 这设计也是非常精美 那里面有提到就是 是beauty salon跟spa的部分 所以其实应该是focus在 我们美学院是focus在这个 女性朋友来说的这一些 比较美的一些保养上面 其实因为孟凯这个 4月才结婚啦 那4月结婚前我的太太 她也就是常常一直在 询问说到底哪里会比较 可以帮她来恢复一些 美丽的自信啦 或说一些比较方便的 一些这个专业机关啦 那是不是也可以来 分享一下是说 当初怎么会投入 这样的一个行业 其实这个工作对我而言 是一个机缘巧遇 也是一种缘分 因为太太在怀孕的时候 她以前是一个彩妆师 那本身对美的部分 就是有一定的认识 那因为可能生活形态 要做一些改变 那她就 我们进而就去了解了 像美睫 像是护肤 像说是SPA等等的东西 我们就开始接触了 所以是一个因为要生孩子 所以做了一个改变 那我原本的工作 其实并不是从事这个部分 我主要是从事房地产的工作 那为什么会在淡水 其实也是因为从事房地产工作 来到淡水 然后进而认识了这个地方 然后觉得非常棒 所以我们的第一家店落脚处 就在淡水 对 是 所以从第一家店到现在 多久时间了 其实如果要把它追溯到 最源头的话 大概也接近快十年 是 所以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那这个变成是从以前到现在 这样子持续的经营 那你是很早就出社会 来开始做相关的工作了 其实我也不年轻 我现在也如果 因为我已经两孩子 所以大概我现在37岁 所以其实也不太年轻 也差不多啦 我也35了 对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这个孝红 其实俊红 其实刚刚刚听您这样讲起来 真的是一个因缘际会的巧合 让你这个事业可以持续的发展 而到现在我们知道说 JR美学院其实已经有三家店了 那其中第一家这个旗舰店 就是在我们的淡水 所以刚刚也特别提到 是因为这个工作因缘际会关系 所以才在淡水落地生根 那你以前我们也好奇 就是你以前是学相关的行业吗 或者是因为男生总是 我们比较少接触这一块 那你到现在你有自己亲自去参与 这些相关的这个作业吗 还是说是负责营运的部分 是的 其实我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管理行政 然后营运整个包含产品的一个 不管我们是要去采购或是怎么样 主要是我在处理这样子 那但是我们 因为我的老婆Ivy她是技术总监 她对这方面的话就是把关的很好 所以我们等于是分工合作 对目前状况是这样子 对那我以前我念书是在政大念书 然后系所是广播电视 OK 对是随大传系这样子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就是走业务这一块 也没有接触大传这一块 也没有去当记者啦或是 我那个在大学的时候就当过 是 对所以出社会当完兵 我们就直接投入在那个不动产的行业 对那进而就是跟因缘机会嘛 刚刚有提到 我们就投入在美的事业上面 对其实我们有发现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值得去投入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工作者值得我们去培育 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一块这个领域 的确是我们可以多加去了解 然后去投资的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对 因为这个行业其实跟 就是说我们看到您的这个项目里面 包括说像有嫁接睫毛啦 手足保养或是这个护肤SPA 还有凝胶美甲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可以想像就是说 像眼睛啦鼻子嘴巴 然后这个手指手脚的一些保养 就是女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就像孟凯刚刚讲的 就是我太太要结婚前她就特别有这个需求 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刚刚的朋友 来分享一下是说 您投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那这个发觉说这一个行业的 它的一个契机点 跟它的一个整个市场的动能来说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其实我觉得美容这个行业应该是蛮久的 对所以不管大家有没有听过 什么样的牌子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连锁或是 现在个人工作室也非常多 对那我们投入在这个行业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客户的需求 还有客户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JR的存在就是解决客户的问题 满足客户的需求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个市场可能很多人说 很多人也许在投入 但是为什么好像有些辛苦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创造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很多工作室是属于个人的 对那我觉得工作室也可以做得不错 可是由于工作是个人的 它的时间或规模或者是等等的东西 就会比较受限 那我们其实做团队是需要满大勇气的 我个人觉得 是对是真的是需要勇气 所以当时我在跟Ivy 那个技术总监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有想说到底要不要去做团队 因为一旦做了团队之后 我们就会面临了非常多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的一件事就是说 一个人也许可以走很快 可是一群人可以走更久 那我们希望就是给客户的稳定的感觉 安心的感觉 其实美这个行业它是很多很多的需求 但是其实它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经营这个行业当中 或者是说我们在JR美学院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微客思维 就是从客户的角度去出发 然后回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所以我们都是从客户端去思考 对所以这可能跟其他的思维是不太一样的 很多人可能出发点会觉得哪个产品比较好卖啊 什么的 对比较成本比较低 比较高价啊 或是比较广告商品 对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去从这个点去思考 因为我们想的是这个客人会不会喜欢 对他有没有效果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 因为我们自己也要认同才行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我们的步伐没有那么快 比较慢一点点 可是我们是客人回馈我们就做什么 客人回馈我们去修整去做什么 所以客人大部分在淡水的客人都跟我们非常久 对就是非常久有革命情感 也是客户推着我们去进步 或去推广去开分店 其实他很多都是客人 给我们的一些力量 他们提出的需求 也许这个是可以在哪里看 因为我注意到你们第二家店跟第三家店 分别在天母跟忠孝东陆 天母跟忠孝东陆这个如果说内行人知道的话 这两个地方应该是一级占区吧 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生活形态完全不同 对我而言它不会是属于行政区 或者是哪一个区域上面的差别 因为对我们也就是服务客人 对客人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但是我觉得生活形态差很多 比如说以淡水来说的话 大概就是在地的那种文化 还有大家的那种可能彼此间的一些交流 是比较我觉得更直接 我觉得淡水的客人给我们感觉是很直接的 是 对那天母的课程的话 他们是属于另外一种生活形态 比如说我们天母店周日是很少人 因为可能是Family Day 对所以整个营运的时间 我们都要做调整 到了天母 那到了忠孝东路这边来讲 我们就所谓东区 东区就属于消费形态 比较快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面临 我们其实都在让我们自己更强壮 可以面临更多的形态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才能从中去调整我们的品质 对维持在一个high quality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去挑战 是 俊宏那我可不可以请教 因为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 现在这样美的行业 其实也有很多的竞争者 不管是说连锁店也好 或是说个人工作室也好 其实也都有不少 那你刚刚也提到一个重点是说 到底思考是要做团队还是做个人 因为个人当然你只要把自己做好 然后有培养你自己固定的会员朋友 会员顾客这样子就够了 但整个团队可能连水电瓦斯 营运开销宣传 都会变成是你这边来负责 不过我们这个JR美学院的 你觉得说立基点或说让消费者留下来 然后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主要的key point在哪 好 其实我真的是如果有观众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我们店参观 对 体验看看 其实也可以来就是单纯参观 因为我们的东西是属于 我个人认为啦 是属于我们很用心去找 包含我们店内的橙色跟布置 都是我们很用心去 去整理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不太像是 我去请一个设计师 然后弄出来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角落都是非常在意 甚至到我们每一个客人的需求 他的动线我们都要run過 对 所以大部分的客人给我们的回馈是 他觉得来到我们的环境是舒服的 这是首先 第二个就是很有安全感 对 第三个就是环境他会觉得是 可以给他一些惊讶的地方 对 惊喜的地方 因为我们纯粹来享受 我觉得已经是很基本的东西了 如果可以让他再有一些感受 然后彻底的放松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觉得这关键比较 当然因为每年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每年都还要针对我们店的部分去做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然后第二个就是团队 团队 其实团队是需要很大的时间去培养跟培育 这是我跟Ivy技术总监的一个心愿 其实我们觉得台湾非常多的美容人才 对 但是这些美容人才可能他逼完业之后 他就会走入市场 走入市场我们看到很多都是 就是结婚生子就没怕再回来了 对 我们报道非常多是这样 好 为什么我们叫美学院的 院这个字呢 就是有点像是学校 有点像是一个family的感觉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伙伴是长长久久 他如果结婚生子 我们也会配合他结婚生子一个配套措施 让他可以在JR美学院继续工作 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使命感 对 所以我们很多客人都会觉得说 来到这边我们的同仁流动率是不高的 很低的 好 但是如果去比较去其他的美容商家 我听到的回馈是 可能不一定都是这样子的美容师在服务他 对 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安全感 安定 稳定 对 这是我们觉得团队最重要的东西 而且其实如果你就说个人好了 不管是你有没有什么会员出资金 如果今天你生病怎么办 你突然临时家里有事 你没办法配合客人时间怎么办 对 对 或者是我们常常 有时候客人会有两三个同事进来怎么办 忙不过来 对 就是忙不过来 对 那个团队就是可以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们就是想办法就是给客人方便 然后更多舞台 给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些美容从业者 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跟心愿 是 而且因为在经营这个所谓美的行业 但是就是你把JR美学院的这个气氛氛围 营造得非常的好 让女性的消费者来讲 来到这个美学院就可以很彻底的放松 很自在 很觉得舒适感 那进一步的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美容师 等等的来做一个最好的搭配 是 是这样子 是的 没有错 嗯 对 OK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有这个技术总监 就是您的太太嘛 但你本身有去参观 或是说去了解同行的其他人怎么做 然后进一步的来改良吗 这是一定有的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同业啦 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好的地方 或是我过往是喜欢去日本旅行 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旅行给我很多的 呃 很多的一些 启发 启发 还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那因为日本人他们是服务业做得非常好 是 对 不管是礼貌啊 不管是维基处理啊 不管是每一个细节 他们都是很到位的 所以我以前是常常去日本旅行 然后也是跟那个基础总监一起去这样子 那 那 所以我们回来就会不断的吸收去取经的一些 得到的一些东西 回来台湾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美学院里面 对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觉得OK好的 嗯 对 其实我们 就像我刚才讲的常常说 唯客思维 就是我是客人 我能不能满意 嗯哼 我的接受度如何 好 如果我们都觉得不是很OK 这东西我们就要去修正去改变 所以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 我是客人 嗯 我的感受是怎样 来挑挑剔一点 或是来 从客人的角度跟观点来看 现在做的好不好 对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嗯哼 是 所以说其实这个就好像做一个事业 或做一个生意无他啊 这个道理没有其他就是 真的用心努力 然后以客为尊 服务至上 好像也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那个俊宏 你本身来讲也是37岁 其实也还是年轻啦 那你说你这个JR美学院 其实是差不多十年前 就开始来逐步规划实现 所以那个时候你差不多27岁左右 是不是有一些 那也一做就是做了十年 那这当中当然 水电成本瓦斯成本等等的 这些人事费用改销 您有没有哪一些点是你 跟你到创业之前的时候 其实想像有点不一样的 那可以给我们一些 想要创业的朋友一些想法 或是提醒哪个地方 应该特别要注意 好 其实我觉得创业本身最简单 就是创业这件事情 对 因为你就把一家店开起来 其实我觉得是最简单 最难是后面营运的部分 OK 怎么样维持 所以很多店家面临就是 他要不要扩张 他也是面临到能不能营运的 接下来经营管理的东西 尤其现在的社会是不太一样的 以前可能就是注重的是客人 人与人最单纯的一种 不断的去推广 现在还有再加上就是你网络行销 对 社群平安 对 对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 尤其现在都给你几颗星评鉴这样 很重要嘛 对 如果你稍微少了几颗星 大家就会很在意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创业者要有个思维就是 你能不能把线上的客户 带到线下来 对 那你线下的客户也会常常去线上 去看一些活动 去follow你 我觉得这是 应该是不管现在要做哪一行 你都要面临的东西 就是你如何把线上的资源带到线下 然后线下的客人可以继续follow你 那这一块就是必须要有专业的东西 专业的团队去处理 所以我觉得现在必然会有一部分资源 投资会在这一块 当然我认为最关键的 还是你本身产品 你本身服务要够好 对 你本身服务的 那个你本身的经营的这一块要够好 然后别人才会认同 然后这样子才会继续的 永续的一下接下来这样子 其实服务就是很像这个 因为既然是要做服务业 服务就是硬底子啦 就是真道理 就是一定要把它给做好之后 你额外的再加 不然很多时候 有些可能会本末倒之后 我觉得服务做的没有到那么到位 但是价格一直在下降 或是一直在打折 以为低价就可以邀请到好的客人 其实有些时候 低价不一定邀到好客人 因为会注重价格的 通常这个客人可能他的经济能力 或是说他的这个 任何的这些消费习惯 可能也是有限 那最后很难得的邀请到我们 郡宏来到节目现场 郡宏他本身是现在 JR美学院的营运总监 那营运总监也做了 差不多十年的一个时间了 最后有没有一些什么近期 或是比较中期的计划分享 想要来跟所有观众朋友 来做一个分享 因为当然旗舰店是淡水 那再来也有天母店跟中校店 不知道还有扩店的打算吗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是的 的确因为我们现在三家店 也都是直营门市 因为我们是很注重品质 跟有没有理念认同 因为我们需要是走长一点点 所以未来我们的计划会是说 我们很欢迎 尤其是在台湾的 想要做好美容这一块的 从业人员可以加入我们 那加入我们的方式就是说 可以先从技术方面加入 对 或者是说你在营运上面 你本身你自己有碰到困难 我们也欢迎说我们一起来讨论 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把台湾这一块做好 做好 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是恶性竞争 我们要把品质做好 其实如果品质做不出来 我们的价格去剥削 其实我们剥削回来的还是客人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我们最后回来剥削的是客人 这样是不对的 我一直非常不认同这样子的做法 但是必须坚持啊 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就是必须坚持 有一定的一些困难跟挑战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朝向就是说 我们欢迎所有美容从业者 可以一起加入这个团队 那当然我们也会从事 慢慢转型成为顾问或者是教育体系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年轻女孩子 她在这边如果想要生根这个领域的话 她需要平台 的确需要平台 那我们就可以帮助她 那其实我们也是不断在精进 对 因为这一块是也有一些难得的 是 有一些难得的 了解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这个JR美学院 我们营运总监张俊宏 张总监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其实总监她不是淡水人 可是她开了第一家店 旗舰店就是在淡水 因为她之前第一份工作也是在淡水 来担任主管的角色 那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到位 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是说 有越来越多好的商店 好的商家 都可以把最好的品质留下来 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 不管是JR美学院 或是我们所有的服务业的 一个最高指导原则 是 感谢今天您的收看 也感谢我们JR美学院的 营运总监张俊宏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希望好所在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